买玩具了,买玩具了 听说奥特曼超市来了一批新的玩具 让我赶紧去看看 这次会买到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泰鲁奥特曼来到超市,看到了贝利亚店长 贝利亚,听说你们店里来了一批新的玩具 快给我看看 这不是泰鲁奥特曼吗? 正好,我们店里来了一批新的奥特曼盒玩 你看看,有哪一些呢? 一盒五百块钱,你要买多少盒啊? 五百块钱啊 我这里只有一枚五百块钱的硬币 那就给我拿一盒吧 好的,那您等一下,我让店员给您送上来 快,给奥特曼把玩具送上来 这时候,店员把泰鲁奥特曼的盒丸送了上来 诶,这是哪个店员呢? 他有两只粗壮的手臂 然后还有獠牙,她的眼睛还是红色的 贝利亚问泰鲁奥特曼,还有什么要买的吗? 泰鲁奥特曼说,就先买这一盒吧 他身上只带了一枚五百块钱的硬币 泰鲁奥特曼把硬币给了贝利亚 那欢迎你下次再来,店里还有好多新的玩具呢? 泰鲁奥特曼又回去拆玩具了 他开开心心的带着玩具回家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泰鲁奥特曼买到的惊喜盒玩是什么呢? 这个包装上面有四个人物 分别有三位奥特曼,还有一个怪兽 包装的侧面是雷欧奥特曼 然后背面是各个奥特曼,还有玩具的介绍 这里面有好多细小的零部件 这是奥特曼的身体 他的身上还写着奥特曼的名字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个奥特曼吗? 让我们来把他的头安装上 出现了,原来这是雷欧奥特曼 雷欧奥特曼的头上有三个脚 非常的有特征性呢 这是他手上的零部件 有握拳的,还有掌的 那可以摆出不同的姿势 然后这里有一个红色的零部件 这是用来发动必杀剂的 这里还有一个支架 让我们把支架安装起来 然后雷欧奥特曼可以安装到支架上面 做出必杀剂的姿势呢 让我们来摆几个雷欧奥特曼甩齐的姿势吧 我们来选用两个握拳的姿势 那这个姿势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摆一个必杀剂的姿势 那你们知道雷欧奥特曼这个必杀剂叫什么名字吗? 他好像跳起来 然后做出一个飞踢的姿势 脚上还有一团火呢 让我们来摆一个作战的姿势 他的右手握拳 然后左手是一个掌的姿势 这是雷欧奥特曼的作战姿势 那我最喜欢的是他的这个飞踢的姿势 你们觉得呢? 今天泰罗奥特曼买到的这个玩具好好玩啊 那更多更好玩的玩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